太南的鄉親 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是 東京阿祖賢阿祖賢 來這裡大家問候 我剛剛佳蓁王毅 佳蓁議員講了 說她是小雞 我覺得她是一個 柔情俠女的大俠 對不對 我看了她的事蹟 她連連續連任了六屆的事業 這一次被國民黨提名 來征戰最艱困的選區 她以這個 俠女的心情 俠女的精神 替大家社會來爭取福利 以柔情來替各選民服務 所以她絕對不是小雞 她將來有一天進入我們立法委員 她一定是一個 能夠替選民 替全國老百姓 爭取最好震設的俠女 的立法委員 對不對 我們要給她支持 今天呢 我第一站呢 四月份我記得 來到台南 那當初呢 佳蓁委員 就非常辛苦陪了我一天 我答應她 下一次回來台南 我第一個要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 旅約來的 並不是 這個 我認為她的俠女感動了我 所以今天這一站 我今天等於說 再次回到江湖的第一站 就選擇台南 選擇了 王家蓁議員 是因為 我們被她俠女的精神所感動 我們給王委員 這個熱力鼓掌好不好 我好久沒來到台南 那麼我剛剛呢 去看了一家 陳美財 就是奇美電子分出來的陳美財 高科技公司 他的董事長何昭陽先生 跟我分析了 我這一次出來 最主要也看產業 經濟 看科技 的發展 與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我們談了有半個鐘頭 他告訴我 現在台灣的科技業 台灣的產業 與台南 他面臨到最大的困難 缺電 缺水 缺工 缺訂單 缺技術 研發的 政府的牽引 所以這五缺 我記得 我很多年前 在 經營我原來的公司的時候 經過工業總會 都在跟政府一在的呼籲這五缺 缺電的問題 缺水的問題 缺工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解決 國家現在已經面臨到人口 每年每一年減少 我們預測到2050年 我們人口一定很難維持在兩千萬 那麼沒有新進的人口 台灣缺工 只有一直 一直惡劣下去 缺電的問題 如果沒有 我最近發表的核能政策 我覺得 很多人認為 這個必須要拿著再討論 後來 很多的 就跟隨了 所以 現在呢 台灣呢 我走到各地 我就發覺到 所有台灣的老百姓 現在 都面臨到一個 台灣 瀰漫的一股 要希望改變的氣氛 對不對 大家就希望改變 這個年輕人 對未來 不抱希望 希望改變 中年人 對經濟 對這個 對經濟 對未來 生活的壓力 產生不安於恐懼 希望改變 老年人 對生存的壓力 以及 政府的 照顧 無力跟無能 感覺到 非常的 焦慮跟不安 他們也希望改變 所以產業界 對兩岸政策的不明 對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很多的 產業界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 整個產業界都面臨到 要做 如果台灣不能穩定 不能穩定 選擇和平這條路 兩岸不能有和平 相處的一個 氛圍 塑造 產業界也會非常的焦慮 不安 所以所有各行各業 所有全台灣老百姓 現在我到走到各地 都迷目 都聞到一個味道 希望改變 台灣希望改變 各位說對不對 各位 對 那麼 我郭台銘 在這裡飾演 我一定希望 給大家帶來希望 我一定盡 盡我的全力 盡我的經驗 盡我一切的可能 讓台灣改變 改變才能帶給台灣希望 對不對 對 我們希望大家來支持我 來改變台灣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支持 環家政委員 謝謝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